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绘制的一幅画作 处处都有他的创造性 都有他独特的风格 胆子真大 胆子真大 连李苦禅先生都说 这么多画机我没见过这么画机的 所以我说他人家管他叫张大胆 不是贬义 是宝义 就是他的创新精神无处不在 本期口述人张学浩 生于1947年 京剧弹绝表演艺术家张君秋之子 1963年 张君秋主演了戏曲电影《秦湘连》 戏中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 秦湘连撰告丈夫陈世美 贪恋驸马权威 企图杀妻灭子 最终开封府引包拯 顶住强权压力 将陈世美开闸问斩 这部影片 云集了马连良 邱盛荣 韩护英等多位精神运家 而主演张君秋 高唱华丽的唱腔表演 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句词 整个就把这个包拱刺激了 观 观 相 护 这一句词 整个就把这个包拱刺激了 观 观 相 护 观 观 相 护 他这在这场里边也 啊 有千年头 呼呼一声 去死地 而呼 都是安静的 这会儿胡斥 神 全没有了 完全是轻音 杀了人的 杀了人的 'M 这 这样互相刺激 把那个戏推到最高潮了 他有这么一个拔钩的这个 这边 踩得像 跟这个炸了窝似的 抬点火 哎呦 天崩烈烈 那好 都受到这个感染 那个处理的真的太绝了 在我们这个行里头 管他这种声音啊 叫十字音 上下左右 没有 没有瑕疵 宽度 高度 亮度 甜度 居好 张军秋成名甚早 在1936年 北平的利言报 举行公开投票选举 推选四大统领 十六岁的张军秋 与李世芳 毛世来 宋德珠得票最高 被评为四小名单 然而在当年的淡军行当里 要想获得人们的认可 成为一代表演名家 却并不容易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正是京剧的发展处于鼎盛的时期 人才积极 那时京剧淡行里唱得最红的是梅兰芳 向晓云 程燕修 寻慧生 被人称为四大名单 梅一些人叫梅大王 梅上寻成 这四位是京剧由升行为主 转到丹行为主的这个四大支柱啊 他们等于把丹行的表演艺术的风格 几乎都占满了 没有说谁我再能再读书一志 在那个那个那个 的一个对象 的一个是 那里要再读书一听 我要说 希望你能再读书一溹 我这就会叻 我要érieur 这就会叻 离久了 我这就会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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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